不是要融资吗 搭资本吗 资本化吗 资本化是不是叫有个核心BP的东西 对吧 核心是商业计划书的 那我们看商业计划书是个什么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模板 商业计划书 大家理解一下看 商业计划书的作用是干嘛的 为什么要写商业计划书 我告诉大家 商业计划书的作用 对很多人而言 它就是叫敲门砖 各位千万记得 它的核心作用还有另一面 融资当然也挺好 需要钱就要融 它的另一个叫企业经营指导白皮书 就是你应该是这样的 这样融的就应该是这样干的 所以你要想清楚 然后我们看商业计划书里面 我列了几个模块 大家看 第一个叫发展趋势分析 分析你的趋势 第二个 用户画像 找到你的用户是谁 第三个 要分析一下你用户的需求是什么 第四个 创造出一个解决方案 把这个问题干掉 第五个 交易结构 就是中间要跟谁合作交易结构 第六个 盈利模式 怎么挣钱 第七个竞争对手分析 第八个 营销推广 第九个发展规划 第十个团队介绍 财务预测 资金需求及使用 如果你们拆解一下 你发现这个东西特别有趣 看第一个 发展趋势分析在解决什么问题 是不是赛道 对吗 就不合趋势不要搞 第二个 用户画像 痛点分析 创造解决方案 这三个加一起是什么 各位注意到 这就是产品的 我找为谁提供服务 他有什么问题 我找个方式给他解决了 是不是我的产品 那 交易结构和盈利模式是什么 商业模式不就是 我的业务系统 那套东西吗 就是我到底 我搞完产品 跟谁合作 对吧 然后怎么挣钱 然后往下竞争对手分析 是什么 竞争对手分析 你看有没有发现 就是我的产品模式 搞好了之后 我要看看我的竞争对手 是不是比我更优秀 然后如果是更优秀 我就回来调他 就证明我0到0.1 做的不扎 是吗 他就其实竞争对手 就是你那边镜子 来审视一下你自己 然后再往下 营销推广是什么 那没得说了 他就是营销搞流量 搞软化嘛 对吧 然后发展规划是什么呀 发展规划 就是你的快速迭代能力呀 就是你说我企业 我产品也很好 模式也很好 营销搞得也很好 发现 然后我 那个啥 你投我钱吗 我需要搞个一百年 没人投你了 他就问你 今年做到什么程度 明年做到什么程度 后年做到什么程度 你的时间表 甚至要求你 三个月之后 有什么变化吗 那就是什么 就叫快速化吗 快速迭代能力吧 然后往下 团队介绍 为什么要团队介绍啊 他要看你企业 符不符合这个基因 前面一看是人工智能机器人 一看团队全是挖煤的 就算了 就是什么意思 你们这帮人身上的核心基因 不符 所以他在审视 你们身上具备具备这个核心业务的能力 是不是刚才我讲的一个数 往下 财务预测资金需求 就是你的融资花钱嘛 资本化嘛 所以各位注意 我给你猜解一下BP BP是什么 BP就是把产品搞通 在判断完赛道 产品搞通 模式搞通 营销搞通 快速连贷 把这些东西想明白 写进PPT BP是在解决界面的问题 对吧 界面其实你的想法就跃然直上 想得好 在你看这个东西 不用太复杂 另外一个BP 也不用搞太多页 你把这个产品模式 营销在大框架说明白 我就用快速的 十分八分的 就能看明白这个事情 所以你看 我会讲传统企业啊 做个例子 我说传统企业是个什么生意啊 我来想一下 传统企业应该是个胡同生意 为什么是胡同生意呢 因为中间啊 倒窄 所以没有流量 营销搞得不好 左边是什么 产品不好 右边模式不好 所以它扩张不了 然后我没有白把了 我给你讲一个字 你们就商业的叶子特别有趣 你们自己想象一下啊 两边各一树 加个树叉 底下加一横 这是什么 各位注意看 底层是什么 底层其实就是它的土壤 能想象一下吗 那个树 商业的叶 底层就是土壤 就是你的企业核心基因 符合 左边这个树是什么 就是你的产品 右边就是你的模式 中间是什么 就是你的流量 你看产品很好 业务系统很好 搞了客户就能来钱 对吧 它就会跟着你走 对吧 那两个树叉是什么 就是产品 做好产品之后 它需要很多的支撑 做工作 模式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你看 叶子就说明白了 就是产品模式经销 很有趣 但要符合企业商业基因 然后我们把这个叶 再做一个变化看看 把中间两边这个树叉 并在一起 就像这么一个模型 然后底下加一横 它像什么 它就是一个土壤 一个树 两边分了一叉 这就是树 这就是一个大树吗 所以中国的文字很有意思 所以我说企业是生长起来的 怎么生长的 企业生长就是符合企业的基因 把产品做好 模式做好 经销搞好 企业就成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